大家好,我是林氏碧孔医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 接下来的几集是北海道的餐厅连发 因为我在杂谎的最后一周的时候 又去采访了三间餐厅 所以大家应该在脸书上也有看到照片的公集 我觉得这几间餐厅真的都很不错 各自有自己的特色 那一间是吃牛的 烧肉的 然后两间是吃海鲜丼的 那我们就先从海鲜丼开始讲好了 这间店就在十计台 杂谎的十计台 大家常常戏称说 它是最让人失望最过欲的观光地点 可是大家第一次去杂谎 大概不免俗的还是会去 那它就在十计台 走入不到一分钟的地方 交通算是很方便 这家店叫冰之子 那它这一间分店是最近新开的 它其实还有别的分店 但是它杂谎战前 我记得就还有一间分店 那可是这三间店里面 有一个特点先跟大家讲 因为我这次去这间店 有一个很意外的地方 大家应该也已经看到我有秀出来了 它竟然在店内可以喝到十四代 这个清酒 十四代这个清酒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有一次跟小黎 在台北 日本国角 中田英寿先生 他在退休之后 很大力的从事清酒的推广 他有一次来台湾办 这个记者会 然后在那一次 我们第一次 喝到了十四代这个酒 哦 真的是惊为天人 十四代这个酒 很有名 可是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真的很难买 然后有准备十四代的店家 其实也很少 所以通常能准备十四代的店家 生意就很多人会故意去 因为那里喝得到十四代 那也不便宜 可是在这间店 竟然可以喝得到十四代 而且这个店长跟我说 这三间分店里面 他们准备十四代 会以这间实际台分店为主 几乎一定 都可以喝得到 这是店长跟我说的 另外两间还不太一定 就要看进货量 所以这一点 假如喜欢喝清酒 知道十四代这支酒的朋友 你可以考虑这一个 加分选项 好 那我们这次去 主要就是品尝了很多 他的看板的菜单 那他就是一间专门以卖各式海鲜 盖饭 然后海鲜类的 有点类似居酒屋吧 的一间餐厅 所以 然后这次一上桌 他就把好多菜直接就上来了 那包括了什么呢 海胆丼 我这次去第一次吃海胆丼 就是一碗全部都是海胆的那种 我上次去吃场外市场 那间美味堂的时候 他虽然也有海胆丼 可是我一时不敢叫 我只叫了就是 中和 美味洞 他上面有放一点海胆 因为我其实上次来杂谎吃海胆丼 有一点 担惊受怕 吃到一些比较不新鲜的店家 我觉得假如那个海胆 我没有信心的话 我不敢直接叫一整碗 在这家 我第一次这一趟旅行中 吃到了一整碗的海胆丼 大家应该有看到 哇 真的 看起来就好好吃 然后 第二个 有他这一间的招牌 就是海陆双兵 冰之子丼 冰之子的盖饭 这个三千八 刚刚那个海胆 它是实价了 海胆 因为要看它进货的状况 季节不同 所以价钱会变 海胆是这个很高价的 我去的时候 这个十点是七千日币 一整碗 份量蛮大的 不是那种小小的碗 所以我觉得还OK 那 我吃到的我有问他 因为我去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夏天的尾声 准备进入秋天 这时候海胆 有点是青黄不结 那我知道的是根氏产的 马粪海胆 那他已经到了夏天 就是产季的尾声 还是蛮好吃的 那几乎没有明凡的味道 很不错 很甜 好 第二个就是海陆双兵 冰之子丼 那第三个是综合生鱼片 生鱼片的拼盘的意思 那这是两人份 4600日币 那他当然就是看这个季节不同 什么样的渔货 那他就会上 上给你 那基本上刚刚 那个海陆双兵的冰之子丼 跟这个综合生鱼片 上面的一些料 可能是类似的 那可是海陆双兵之所以称为海陆双兵 就是除了海鲜 他还有放牛 他还有放白老牛 我这次也有去白老吃到他的和牛 白老牛我真的蛮喜欢的 不会太油 可是就是我现在年纪大了 比较喜欢这种 不要油花太多的 很不错 那综合生鱼片 我这一次吃到的料有 他也有海胆 然后天虾 扇贝 花鱼 鱿鱼 鲑鱼 鲑鱼 鲫鱼 鱼 该有的都有 综合生鱼片 那特别讲 花鱼 花鱼这种鱼啊 它是北海道跟俄罗斯的海域 才抓得到我的鱼 然后它要非常的新鲜啊 就是你要离产地比较近 才能做成生鱼片料理 那在别家店 或是日本别的地方 是比较不容易吃到的 所以这个特别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你在日本别的地方 你吃到hockey 几乎都是熟的啦 那这家店提供的这些生鲜鱼货 基本上除了鲑鱼是海外进口之外 其他几乎都是北海道产的 新鲜鱼贝类 那这个综合生鱼片 4600啊 它是两人份嘛 那两人以上才能点这一道 那你要再加购一个人份的话 第三个人以上 那一个人是2300这样 总之一人份就是2300 我觉得这个价钱还算非常合理的价钱 以他这个品质来说 那第四道菜 我们还是有点一个毛蟹来吃吃看 那毛蟹是一年四季都吃得到的 那肉质鲜甜 蟹黄的部分也相当浓郁 那店家会提前处理 那所以吃的时候都不用太费力 就可以直接用工具把它剥出来吃 那可是因为这一次我有吃毛蟹 然后前面有吃帝王蟹嘛 我深深觉得这个 因为就是毛蟹就比较小只嘛 然后帝王蟹比较大只 那个肢体比较粗 所以它比较容易剥出来 整个肉就剥出来吃 这是方便度啦 毛蟹相对比较小 可是毛蟹的肉本身 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会输给帝王蟹 就是它 就是也是蛮鲜甜的 好 那再来我们还点了一个叫做 牡蜜甜乐 就是牡蜜然后用味噌调味的 那这个算是店内的另外一个看板料理 这个640日币 那用味噌烤制 里面有三颗牡蜜 我自己没有吃啦 因为我自己没有特别喜欢牡蜜这个食物 那可是同行的采访人员就给他吃了 他是觉得相当相当的美味 那你可能会担心 这个会不会都是日文 点菜会有点问题 大家放心啦 这个完全有中文化的菜单 繁体中文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在菜单上 它的这个饮料单的右下角 它就有写 这个是 Master老板隐藏的酒 我们店里有一个 老板隐藏的酒 一杯880日币 开始 它写开始 所以以后价钱可能还会变 请用力的点下去 这一杯就是14代 虽然是不是大杯的 清酒不是大杯状 可是我觉得 问一下大家 14代怎么会只卖880 虽然那是小杯 而不可思议的价钱 14代真的蛮好喝的 假如你喜欢踏技的话 我完全建议你一定要来试试看14代 这不是想喝就可以喝得到的 这个真的非常建议大家 小黎非常非常爱14代这支酒 所以我在脸书po这个的时候 小黎就愤愤不平的说 为什么我去就是喝伊藤圆绿茶 你去就是14代 就是超级 超级不平衡 反正这餐里面 最特别跟别的餐厅不特别 真的亮点就是14代 我觉得好厉害 那你吃饱之后 这间店其实最后还有饭后冰淇淋 它有这个香草 香草牛奶 然后melon 哈密瓜 然后玉米 抹茶 然后培茶 的口味 那我为什么会特别讲 这个冰淇淋的事情 因为我们有讨论要不要建立读者的优惠 那假如我们的读者出示优惠券 是不是就可以获得一个冰淇淋 这个还没有完全确定 我们还在谈了 那是不是三间分店都可以使用 这个等到文章出来之后 我会再告诉大家 现在正在确定这件事情 那我饭后吃了个冰淇淋 我觉得还不错 也是个 所以我才觉得 假如这个东西 作为正品 我们的读者去可以吃到的话 我觉得很棒 好 那最后来讲一下 这间店的基本资讯好了 这间店 实际台店 它在Google上有4.5分 231个评价 那Tabelog是3.4分 81个评价 Tabelog的评价稍微 数字稍微少了一点 那是因为这间分店 它是去年才开的 那稍微比较少 那我们可以拿它的本店 它的本店是 在地已经超过30年的一间老店 本店其实离实际台也蛮近的 那可是因为本店好像 建筑比较老朽化了 那所以他们现在其实都 比较希望大家去实际台 这间分店 那本店的分数 其实就相对比较高分了 它Tabelog有3.43分 188个评价 那Google上面是4.1分 300个评价 那这间实际台店的营业时间 是从早上11点半 到中午都不会休息 然后一直到晚上11点 然后也没有公休日 那它的地点也算非常方便 刚刚有说 最前面有说在实际台 徒步不到一分钟的地方 那个它是在移动办公大楼的B1 就是你走到那个大楼的门口 会看到海鲜洞 三个很大字的这个一个旗子 然后它的菜单 menu都在外面 然后你就走到B1去 然后它支付方法 有信用卡 PayPay 现金都可以 好 这是它的一些基本资讯 交通的话 我想应该还是从大通公园站地铁下来 那走到杂谎实际台这里 就是最方便的方式 所以假如你到杂谎游览 然后有来实际台的话 不妨安排就在这附近的这一间海鲜洞 我这个这次去北海道 还有多年来在北海道吃海鲜洞 也不止一间了 我觉得这间应该算是物有所值 甚至有点物超所值 至少跟我在某些观光地的市场 因为我们去过这个杂谎的场外市场 或是二条市场 然后跟这些 甚至去韩馆或是小尊 这些当地观光地的 这些专门卖海鲜丼饭的店家相比 它的价钱跟品质相比 我真心觉得这一间不会输给他们 在那种观光客太多的地方 反而我觉得近年来这个物价飞涨 然后其实也不一定可以吃得很满意 所谓的可能有些地方是在宰杀观光客 我不会言真的有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形 那这间店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可以推荐给大家 那连着我们下一集会介绍另外一间 李小路上的 那那间我做个预告 我觉得更是可以非常有信心的推荐给大家 为什么呢 因为那几天我就大吃大喝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店家每次都上这么多菜 然后我自己又吃不完 很有压力 所以我就问一下美代子 美代子老板跟他的同仁 可不可以一起去吃 对店家来说他们也很开心 因为可以多一个 美代子在网路上也蛮有声量的 就大家一起来帮忙宣传 帮忙吃还不错 帮忙品尝 所以你想想看美代子 他在北海道多少年 他吃过多少店 他完全熟知这些观光地 各种餐厅 他海鲜洞大概的落在品质落在哪里 然后他价钱多少算贵多少算便宜 我们下一间店 他们真的是吃完也是赞不绝口 然后觉得这个价钱在这里 真的完全值得 那这两间店其实我都蛮喜欢的 以海鲜的鲜度来说 我想都不会对不起他的价钱 真的都还不错 好 所以这一碗 今天讲的海鲜洞 专门店推荐给大家 假如你是喜欢海胆的朋友 海胆现在都不便宜 那可是这个花七千块 吃到这么大一碗的海胆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